在家靠亲戚,出外靠朋友 这话不假,任何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每个人距离家越来越远了 这样逐步打拼属于自己事业 很多的时候一般都是背井离乡 寻求新的发展路线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 那么本期我们一起说下一人王一博吧 最近对于一人王一博来说迎来了好消息 就是迎来了知自己25岁的生日出生于97年的他 今年刚好过了25岁的生日作为一个心境的艺人 他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期 因为事业正在成大幅上升的趋势 先后出演了多部影视剧 其中包括电影热烈 我和我的青春长空之王无名 神鱼维和防暴队大话西游 漫响和火人等尤其是今年的热烈和场空之王 获得了很大成功 收视率实现了紧喷 那么在电视剧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 人间志位是清宽 青春最好时请歌主角少年型 陪你到世界之巅陈情令尤飞 我的奇怪朋友风起洛阳冰于火等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演技的不断提升 他的资源也是越来越不错了 黄一博有着很好优势 颜值高 身材好 这样就为他进入娱乐圈内打下了基础 这样不仅得到了网友和粉丝们的高度认可 还赢得了很多导演的高度认可 这样有机会从事更多的演艺生活 这样他的事业发展更加清晰了 网友认为作为一个艺人 可以说是一个满满正能量的一个大哥哥了 而且负面新闻也很少 堪称很多网友们的榜样了 那么这次王一博的生日今天 作为一个艺人呢 黄博也参与了好哥们庆生的画面 看得出来作为一个艺人 王一博的人气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知道黄博是一个很出色一个艺人 早年的时候一直在北漂 在底层的时候出演了多部影视剧 而且终于从一个草根越级为一线的艺人 可以说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了 王一博跟黄博在一起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了 毕竟优秀的人总是互相吸引啦 那么网友认为未来对于王一博来说 事业发展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了 正如黄博说的那样 未来更加辉煌 也希望他们有益天长地久啦